《苏蓉莞》 《芯萝》 《昔日文》 《芯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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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芯萝》那個時候 應該是… 不是你們的年代 你應該是前輩 那戴溪呢 那個時候 我也忘記我幾歲 但我有去過 Sunday Girls的签唱会 我有CD的 谢谢你 你有去过她们的签唱会 对 我跟我妈妈一起 Sunday Girls有几个人知道吗 平放 你们有出生了吗 是几年 20年前出生了吗 2000年有出生的吗 刚好 18人20岁以下的举手 对 还没出生这两个 然后可能就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或者是婴儿的时候 那时候赵戴欣 已经是个小少女去追星了 对 那个时候 当时四个人 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回想 你也是选秀出来的 跟她们一样 其实那个时候呢 我是跟你们年纪差不多的时候 就是为了自己的梦想 飞来台湾参加一个选秀比赛 那其实就是后来 我们是那个时候是六个女生 然后最后选出了四个女生 一直就是出道表演这样子 对 其实我觉得不简单 但是那个过程是还蛮美好的 但是问你就来了 因为你们都没有听过以前 Sunday Girls的歌 大嘴巴应该听过吧 有 但是Sunday Girls没听过吧 Sunday Girls的歌你还记得吗 记得啊 戴欣可以陪你唱 那个是铁粉啊 他可能没有想要我陪 你还记得吗 唱个两句 Sunday Girls 是 我记得有要天天说 我死了爱的随时想念我 不能说你没空 每天要被我 我记得了 好听哦 我记得了 我们是新手CD大的耶 唱得很好听 而且他都记得了 完全没变 对啊 记得了啊 他有一半是日文 其实还是蛮偷懒的 就是说 中文不用记太 他们到时 他们短来短短三个月 现在脑粉是在帮忙说话 不是 我就是很公正 脑粉 艾莎你有想过你会走这么久 然后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梦想 接下来的话 我想要做更多的分位的工作 像组织也好 或者是YT YT的节目也好 你有开频道吗 有 你的内容是分享什么 有很多 就是每一集都会不同的挑战 OK 然后例如说要学台语 然后我自己很 再展现一下台语 开始来说台语 我跟你说 我说台语 我是日本人 你好 我爱台湾 对 台湾是台湾 吃饭 台湾 其实你已经赢了赵戴希 对 以上这段他都讲不出来 可是我听得懂 听得懂 嗯 我说台湾 对 我宁显 这样子 所以就会出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